女孩突然被告知她是王室的公主 但顶着凌乱爆炸头的她 看起来像个傻傻的土包子 安妮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 奶奶告诉她 她就是王室血清 未来还要将国家领导权交给她 安妮当然不肯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她极力表示自己只想淡薄名利 当一辈子的小透明 安安分分地做个普通人 可奶奶不依不饶 表示自己会全力培养她当上公主 从内到外地进行一番蜕变 还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眼看奶奶这样逼她上岛 安妮全身上下都在抗拒 说完她拎起书包撒腿就跑 生怕被人捉了去当公主 在16岁生日前 不知道自己真是绅士的安妮 还是个在校园中备受欺凌的小透明 有同学差点要坐到她腿上 才发现原来有人在 安妮在台上演讲时 甚至因为过度紧张 几乎就要我出来 最终只好在嘲笑声中落荒而逃 然而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的童话 就发生在她身上 安妮人生的转机是由奶奶带来的 这个素未谋面的奶奶 却突然需要和她见面 这让安妮百思不得其解 更何况逼父母离异地正是她奶奶 所以安妮对她并无好感 虽然安妮极力反抗 但是在妈妈的好言劝说下 还是决定给亲人一个面子 亲自登门拜访奶奶 然而让安妮意想不到的是 奶奶居住的地方竟然如此高端 不仅有专门的保镖 自动打开的大门 而且到处都有监视器 一进门 保镖就开始搜查她的书包 检查是否有不安全的东西 随后才放她进屋 屋内的装潢无比划贵 当安妮第一眼见到奶奶时 并不敢相信 这个看起来端庄高雅 却异常亲切的贵妇 会是自己的亲人 并非自己想象中那么不近人情 奶奶亲手递给她一件传家宝 但安妮大大咧咧地 胡乱将传家宝给塞到书包里 甚至在喝下午茶时 都会把茶具敲得很大声 响亮的动静让奶奶感到不适 面对这样一个不拘小节的安妮 奶奶感到改造她的计划变得艰难起来 更何况告诉她真实身世后 安妮表现出了极度的抗拒 这让奶奶感到非常糟心 安妮由于从小和单亲妈妈相依为命 所以也继承了妈妈身上的自由与坚强 自然带不惯规矩严的王室 眼看爸爸意外过世 自己是王位的唯一继承员 是否应该接下当公主的众人 安妮也感到忧心忡忡 但还是先接受了奶奶的安排 安妮准备在舞会上亮相 由奶奶介绍她的公主身份给各方媒体 于是安妮就要参加公主集训 在极短的时间内 迅速学会公主的礼仪态 一言一行都要优雅得体 安妮的自由散漫一点点被奶奶掰正 显得拘束且不自然 还笨手笨脚地跳起舞来 不过安妮的改变 已经让她看起来不同于往日 去掉眼睛化好妆的她 显然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 这让奶奶感到非常欣慰 安妮望着镜子中的自己 感到不可思议 这样改头换面 难道就可以当上公主了吗 安妮的成长还在继续 当她去见闺蜜和闺蜜弟弟 二人都被安妮的梳妆打扮惊艳到 她看起来是那么与众不同 根本不应该像从前那样敏然重人 但闺蜜却有点不高兴 因为安妮和她的距离在渐渐拉大 不仅因为参加秘密集训牺牲掉很多时间 而且在衣食住行和梳妆打扮上 也不适合闺蜜一个层次了 这让她们之间慢慢疏远了 安妮理解闺蜜心中的隔阂与不安全感 于是戴上了土土的帽子 让自己看起来还和往常一样平平无奇 安妮也告诉了闺蜜她的真实绅士 这让闺蜜忍不住尖叫起来 但闺蜜这次是真心为了她高兴 就这样 安妮顶着不合适的帽子 来到了教室上课 但霸凌她的同学仍然想要看她出丑 所以坚决要求她摘下帽子来 不戴帽子也是学校的规定 在老师的要求下 安妮只好摘下帽子 这样一来 安妮惊人的美貌 还有柔顺靓丽的长发 都展露在了同学面前 大家纷纷赞叹她的打扮 仿佛已经忘记她曾是一只丑小鸭 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安妮有点不好意思 但让安妮的头疼的事还在后头 原来给安妮打扮的造型师 故意向媒体走漏了风声 不少记者和摄像都堵在了校门口 等着安妮的到来 没等安妮同意 摄像就对着她咔咔拍照 记者也不甘示弱地对她围追堵截 同学们都在围观这个稀罕的公主 引起了轩然大波 奶奶不得不快马加鞭 闻声赶来 把走漏风声的造型师叫来 没想到造型师大言不惭地表示 自己希望让全世界知道 公主的蜕变是她一手造成的 这让她很有成就感 很快 这个无脑造型师就被拖了出去 奶奶也尽力平息了这场风波 安妮对自己不自信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胜任公主的位置 就在她要打退堂鼓的时候 管家却鼓励她到 公主的身份对她来说 就是不能逃避的宿命 应该不断尝试 而不是遇到了挫折就逃避 然而安妮总会闹出些 让人忍俊不禁的闹剧 在第一次亮相舞会后 刚端庄没多久的安妮就破功了 她把晚宴弄得鸡飞蛋打的 不小心用火烧着了旁边宾客的西装 还因为一口咬掉太多的冰淇淋 冻到了牙齿 猙獰的吃相实在尚不得台面 随后又直接把玻璃瓶给敲碎了 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 让晚宴的场面一度失控 安妮为自己的鲁莽感到羞愧 但奶奶并没有责怪她 反而讲起了自己的往事 谁没有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呢 看似高雅端庄的奶奶 曾经也弄砸过不少事情 但重要的是 要学会让自己成长起来 要明白自己的责任 并努力地去完成 奶奶暂时放下架子 和安妮一起玩乐 不再被王室的身份所束缚 看着大头贴上搞怪的奶奶 安妮的心情也变得好多了 她也听进去了奶奶的话 慢慢适应了当公主的规矩 但安妮终究还是安妮 在暗恋的孝草面前 她也会成为一个渴望爱情的小女孩 曾经她是个土包子不被重视 但如今她有的选了 孝草亲自约她一起去海滩玩 安妮就抛下了公主的身份 和孝草赴约 她沉浸在爱情的美妙中 却不知道不速之客即将前来 媒体乘坐着直升机 打破了这场约会 没想到 竟是孝草偷偷背叛了她 让媒体专门拍下公主与自己约会 不仅面对媒体公然倾她 还让曾经霸凌她的同学 在安妮换衣服时捣乱 安妮不整洁的模样曝光在闪光灯下 显得无处遁形 这样的整骨让安妮颜面尽失 也危及到王室的形象 奶奶不能再纵容安妮下去了 让她好好考虑清楚 自己是否真的想当公主 被牵着鼻子走的公主 并不能真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也无法认清公主背后付出的代价 安妮不能只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 她应该觉醒自己的意识和能量 否则她只是一个会打扮的公主 但从未能挑起大梁 又如何能够对百姓负责 安妮像一直暗恋自己的闺蜜弟弟发出了邀约 但得到的只是拒绝 因为安妮从前没有认清自己的心 让闺蜜弟弟伤透了心 在一波波的闹剧后 安妮也彻底的灰心丧气 也不希望再让奶奶失望 于是她决定在发布会上放弃公主头衔 但就在发布会的前一天 奶奶给安妮带来了爸爸的遗物 那是一封弥足珍贵的信 安妮认真的读完了 有那么一句话让她醍醐贯点 安妮不应该顾不自封 再退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而是看到更加有意义的人生 更想要成为的自己 并鼓起勇气踏上征程 安妮沉思良久 是时候做出决定了 在发布会这天晚上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本来要放弃公主头衔的安妮 却义无反顾地跑入了雨中 她要奔赴发布会的现场 但淋了雨的车坏掉了 开不了车的安妮被困在原地 这让安妮一度要放弃 但管家却找到了她 并把安妮接到了发布会现场 她虽然被雨淋成了落汤机 但还是勇敢地站上了台 她没有公主应该有的体面与高贵 但却退去了从前演讲的紧张与不安 变得从容不迫 安妮侃侃而谈 她表现出了公主应该有的气度与尊严 那不是服于表面的装扮 而是关心天下苍生的胸怀 安妮郑重地表明自己将成为公主 在奶奶欣慰的注视下 安妮也真正地完成了蜕变 现场掌声雷鸣 当安妮化好公主装扮 她也迎来了自己一直在等的男孩 那就是一直暗恋她的闺蜜弟弟 在舞会上 她们终于牵起了彼此的手 在高雅的氛围 与众人的注视之下 一起跳舞 一舞完毕 面对眼前高贵典雅的公主 闺蜜弟弟问她 为何会在云云众生里选择了她 公主微笑着答道 的确 爱不只是看到一个人的光鲜亮丽 更是在她不起眼的时候 就为之心动 那是任何头衔与地位 都无法带来的纯粹 每个女孩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 可以穿上美丽的公主裙 王子幸福生活在一起 但公主并不只是童话中的角色 更是一份真正的工作 真正的公主应该是勇敢的 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 与被弄砸的闹剧 勇于反击嘲笑声 重塑自我 这也是安妮在成长中学到的 最重要的一课